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消極的情緒 怎樣拉你下去海底 其實有些人 其實我自己以前也是 老闆給你一些問題 或者給你一些任務 有時真的會衝口而出 說了不可能 即是不行 自己是很主觀地判斷 其實有幾個不好的效果 即是老闆去想做成那個任務 你一想就已經是說不行的時候 他就對你已經整個人是沒有信心 因為其實他請你回來是解決問題的 不是給他問題去考慮 那你反過來 他給你一個題目 為甚麼不去積極去想 有甚麼解決方法 還是第一句已經劈頭說不行呢 有很多人都是自己 因為這句說話 令到自己永遠走不出自己的框框 曾經有一個在二戰時期 有一個心理學家 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選擇態度的自由 叫做選擇態度的自由 叫做活出意而來 那個心理學家 叫做維克多費蘭克 他就困在集中營 集中營其實整個氛圍 覺得大家是他等死的 但是他見到其中有一些人 他就很積極的 即是他不會衣衫藍紐 那他就把那些玻璃 就打爛了去 就要來去剃鬍 就梳到頭整整齊齊 又舉辦很多活動 唱歌、跳舞、畫畫 是苦中作樂 那當他這麼積極的時候 離開了集中營的時候 他就寫了這本書 和講你怎樣去度過這些難關 那剛才講了其中一個 就不要經常都講沒有可能 那第二個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緒 就是不要經常都覺得 將自己的責任給了人 就永遠都是賴外圍的環境 譬如老闆不好 樓價太貴 沒有機會 其實在每一個年代 樓價都是貴的 每一個年代你要出類拔稅 你一定要付出努力 成功的人永遠是少數 那你抱怨是沒有用的 那這個我覺得 大家人如果是把那個mindset改了 就是會好 第三樣東西 就是把那個關注圈 就不要想一些 根本自己無法影響的東西 譬如你要改變整個制度 你要不要那個國家主席 那個人做國家主席 那個美國總統那裏就不要是他做 根本那些事整個政制 或者是公司的制度 根本你是改不了的 你無謂去想一些東西 反過來 你想一些是你會自己去影響得到的 譬如你樓價貴的時候 你就想你怎樣去積極賺多些錢 那個政制不好的 你就想辦法不喜歡的時候 你就去別的地方去生存 或者有些人怨自己太忙的時候 就想一下怎樣去改變自己的時間的管理 做重要的事 不是一件事都要去做 那就去改變自己 那這幾樣東西有機會 就改變得到你 不會被一些負面的情緒 就拉到你去海底 今天想說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